有重启溜滑梯还有摩天轮 但这里可不是游乐园 而是台大田径厂草皮 跨年时台大以46万外界两天 给企业家停日使用 但没有保护措施 造成草皮被汽车破坏 光秃秃一片 布满轮胎压痕 引发学生的不满 举办活动的有关公安公司 都应该要再一次的 负起场地回复的责任 是真的拿去做 所谓的修缮体育场地吗 这些金流应该要完整的公开 未来的体育场地 都不应该租借给 所有非体育活动使用的商业单位 台大校防场地出借连环出包 去年才因为中国新歌声 在操场举办活动 造成草皮遭损坏 引发抗疫流血冲突 这次台大体育室先回应 是足球队比友谊赛 造成草皮光秃 并非外界企业惹惑 但遭到学生指控 根本是说谎 我们刚刚跟足球校队 在那边求证 他们那天的比赛是已经取消的 他们那天根本没有比赛 这个部分 给我的资讯并不很正确 然后我也不会在做确认之前 就有跟学生跟校方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在这边也跟各位同学也好 学校也好来说声抱歉 然后我们会依照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该掌商要负责修复的 所以掌商就一定要 要把它修复完成 台大体育室赶紧改扣 强调校方还留有保证金 承办单位会做后续修复 但台大外界闯地不限体育用途 数量更没有限制 学生权益沦为赚钱工具 造成损害代价值不值得 台大校方可要好好想一想 华语新闻 柯黄明辰 陈书曼台北报道